哈嘍大家好,我是疾風溫德 不對,我是遊戲狂人 我們今天要來幹嘛 還是使用新手帳號 不過是另外一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溫德 跟弗雷姆兩個角色 究竟差了多少實力 在看之前 我們來到了我們的背包 有一個擴展身心隨機箱 我們這一次先開十個 十個開到兩個身心卡,對吧 這一次二十個卻只有一個身心卡 但是有三個裝備 我們再來實驗一下 這次這個四十八個 我們第一次就用八個 看看有沒有身心卡 好,也有一個身心卡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如果這種箱子呢 如果你要開 你想要多一點身心卡 你就開少一點 開多還是只有兩張 好,這一次十張 好,也是一張身心卡 我覺得呢 這個每一個箱子 都還是藏有一點秘密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個主題吧 嗨,你好,水龍我看過你了 大隻的怪人喬哲 怪人喬哲這隻角色真的很特別啊 他雖然是SSR角色 但是他的表現卻是非常突出 有一些玩家可能不是很喜歡他 但是我們以綜合表現來說 他確實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角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喬哲有沒有伍德呢 他的攻擊能力又是什麼樣子 另外,我們上一集 我們對到這個大隻的水龍 水龍的腳踹出去 我們有角色五隻就憑空 蒸發了屍骨無存 今天,喬哲也是一位沒有伍德的NPC角色嗎 那,準備,歡迎今天的第一個主角 怪人化喬哲 還是一樣沒有伍德啊 只剩下一個拳斗魔人看到屍體 好,那打完喬哲之後 還沒有打完第二場 別緊張 我們的索尼克 一個香港角 這個老爹最愛說的 好,囚犯的一個囚犯天使衝擊 天空王 傑諾斯一劑普攻加上聚合鐵 在陸服叫做聚合鞍 聚合鞍 好,接下來 秋範 跑進去 開 天空王 好,怪人化喬哲又要來了 準備結束這一場戰鬥 接下來 狂人帶你們看看陸服的 研究五隻UP 他的見面 改成什麼樣子呢 在這裡 UP的時候 可以讓你選擇 你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一個核心 假如我們要爆三 我們就選爆三 這個呢 每天早上五點 會重置這個心願次數 只有一個角色 給你煞恩慈慈的一個心願 好 我們這一次來試一下爆三 目前心願清單 開始減少了 好 剩28次 當然 如果你想要大雄眼也可以 當然 你想要 烏恩德也可以 只是他不是核心角色 所以你想要歸想要 實際上 還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PK場 馬上開始協會晉級 今天啊 到這個協會晉級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使用兩隻角色 一個溫德 一個弗雷姆 主要是要來突顯出 溫德的強悍 當然這個強悍是當下 以後能強多久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一刻他確實很強 第一場戰鬥 開始 溫德 這一下二十四萬七 對手直接被碾殺了 碾殺完之後 還是有機會給弗雷姆做一個出擊 昨天有觀眾跟狂人說 欸 弗雷姆不是要用生命的嗎 等一下狂人換生命裝給你們看看 目前是攻擊裝 然後呢 我這兩隻角色 溫德跟弗雷姆 攻擊 兩隻都剛好兩萬 不多不少 一樣的攻擊力 我們就來看一下綜合表現 稍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 在這之前 我們先來打一下這個 白銀晉級賽 這個模式包括 鑽石當時的一個囚犯晉級 很多人 有沒有很懷念 西級英雄 背心幫的一個成員 歡迎 背心猛狐 好 原來你就是聲音很大聲 但是在一拳超人動漫裡面 他就像是一個 出來湊人數的 這個背心團隊裡面 很多人 肌肉都很大 頭髮都很短 很少長髮的 每一個人長的 跟背心大師幾乎都很像 好 本場戰鬥當然結束了 下一個登場的是誰呢 其實哪怕在青銅 只要在前衛 都會被人記住的 好啊 我們好高興啊 第二位 登場的 是曾經中過彩卷的 噴射 好小子 西級英雄 彩票後中獎 將自己改造為機械人 馬上進階為B級英雄 至於他下一次 什麼時候可以晉級到A級英雄 或是S級英雄呢 那要看看他能不能再中彩票 如果不能中 永遠都只是噴射好小子 被我們一拳一腳 踹飛解決 好能戰勝我 看來你能在白銀階級 站住腳了 真的有這麼一回事嗎 第三個 國蓋頭 西級第一位 充滿正義感的自行車騎手 好啊 全村的希望 國蓋頭 以及普攻 這一個時候又要輪到我們通地 我們來看一下 吳文德的傷害通地 1080 10817 好 分場戰鬥 弗雷姆做個收尾 我們馬上要到白銀 我們把新手 每一個人都給他打下來 祝你能在白銀階有所作為 好 到了白銀才發現 原來很多人的玩家戰力還是很低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13萬的 開始作戰 來看一下這個弗雷姆攻擊2萬 溫德攻擊2萬 兩者攻擊差多少 這次溫德四隻 2萬 不是2萬是26萬 喔那除以4 平均一隻也有6萬7左右 好 弗雷姆這一次一隻 只有1萬8的傷害啊 這攻擊力真的是不行啊 那我們把弗雷姆的裝備 換成生命裝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之前有介紹過 還沒有記得這個技能 可以看看以往的影片 或是看其他人介紹的影片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把這個這個 把這個這個這個 把這個這個這個把這個 生命裝 偷偷傳 上去 再來 來 身心強化開啟 哎呀 五十幾 哇呀 哇 哇 哎 好 不鬧了 身心身心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生命值 一 不是一百六十七萬喔 十六萬的一個生命值 那這個溫德呢有七萬二 等於是他兩倍了 那 就是說呢 這個生命的弗雷姆 到底能不能打呢 我們用新手賬號來測試一下 雖然未必準確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參考價值 好 弗雷姆表現給大家看 所謂的生命弗雷姆 又有多少傷害呢 看清楚囉 同地有16000把打兩隻 弗雷姆 太強了 這隻角色實在是太棒了 我介紹介紹的非常快樂 好 再來打 這一次對手就不一樣啦 帶上龍二以及 這個怪人化的喬澤 我們要越戰一倍啊 有沒有搞錯啊 應該是打不贏 而且他的龍二走了一個高速 白戰異數一開始先是出動了一個立場 我們這一次全員快倒光了 剩下最後兩隻 弗雷姆能不能出招呢 好 弗雷姆你又達成一個新的紀錄了 你太強了 我們再看下一場 我們把鍋蓋頭提速超過對手的龍捲 來採買一些裝備 第一件剛剛開到一個加30速的 馬上給他穿起來再來採買一下 看還有沒有速度裝備 好沒有速度 好還是沒有速度 沒關係那就將就一點囉 隨便穿一件 搞定 鑽石不足啊 又要來收垃圾啦 83鑽石 這一場好像是要100鑽石了 還差20的鑽石 我們到家園去瞄一下 只有一個人開家園 還差最後的10鑽石 這個時候夠了 我們再回去競技場 找剛剛那位玩家 看看提速過後 有沒有機會讓我們的溫德能出招呢 加速 龍二又來了 溫德 溫德 還是中了 哇呀 哇呀 喂呀 我記住你了 下一集見 我下一集 把你打到 叫爸爸為止 我是狂恩 我們明天見 掰掰